头儿来了 不用说 我知道了 刚那出就是您导的吧 是的 是的 你这两天又看了哪出戏啊 一出话剧 好像是一个青年先锋导演拍的 叫杜拉拉 拍的还是挺有神度的 我看完之后我觉得 我突然有所升华 我觉得我要当一个好上司 对属下要讲诚分明 尤其是对用功之臣 一定要好好奖励 照这么说 刚升职的事是真的了 你要不信也可以 我可以马上收回成名 别别别 头儿 我想问一下 我加了多少心 我对你太失望了 你怎么那么俗呢 一分都没加 不是 一分没加我 算升哪门子值啊我 年轻人吧 数目寸光 走 当开 当当当当当 你今天要 好 哦 好 这不就是把半公桌挪了个地方吗 你没有发现这个办公桌 多了一个金色的拐角 可这拐角还不能当饭吃啊 我告诉你这个金色的拐角 意义可备满 往大的时候 人生就是因为有无数的 这种金色拐角 才能走向幸福的遍 往小龙说 这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正因为有了这个金色拐角 你的身份是裤衩给了一些 提上来的 我说头儿 你这太抠了吧你这 你是说我抠吗 不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我就是说能不能有点实惠的 想要点实惠的是吧 也不过分 对了咱先讨论一下 刚才你想给我改名字的事吧 你好像说我叫流氓不太合适 应该叫流氓是吧 头儿 我突然明白一个道理 我觉得这这拐角实际上很实惠 有掌听有掌听 好好努力工作吧